天黑了,三兄弟躺在破旧的草溪上,弟弟们很快就睡着了,而哥哥还醒着,想着明天要做什么。 第二天,老二提的一个水桶来到景边,熟练地把水桶放下井里,摇起满满一桶水,拉上来提了一桶水回家了。 回到家,两兄弟背着竹子出去了,弟弟跟在后面,要做一个栅栏去脉。 他们非常擅长之作,一个小时后,栅栏完成了,有点粗糙,但相当耐用。 两兄弟抬着栅栏卖给了邻村,来到一所房子,但大叔对栅栏不感兴趣,失望地离开了。 不停地转悠,最后来到一户人家,如果这次卖不出去,只能空手而归。 大叔看了看栅栏,决定把它买下来,从家里拿了些吃的和两兄弟交换。 有了食物,今晚就不用挨饿了,两兄弟带着食物回家了。 生活做饭,做晚饭,唯做吃饭,弟弟脸上挂满笑容,终于可以吃到饭了。 哥哥却开心补起来,明天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吃饭问题。